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向法师问讯 大家请坐 接着请看着假释 善有唯一这一颗 有分成三颗 一 解释名义 二 善知识种类 三 举颂劝修 首先以解释名义 解释善有的名称跟意义 请看着文 善有者又命善知识也 法华文句云 文明为知 见醒为事 世人亦我菩提之道 名善知识 那么什么叫善有呢 善有其实就是善知识 那么就是善知识的意思 那这个善知识的意思 我们根据法华文句里面说到 文明为知 见醒为事 听到他的名字 我知道这个人 这叫知 那么什么叫事呢 我看到这个人的心体 就认识他了 这就是知识的意思 那么这是知识而已 那这个人呢 如果对我的菩提之道 有所帮助 就叫善知识 那么菩提之道 菩提是绝的意思 那么也是呢 对我证物 三称的果位 有所帮助 对于这个成佛之道 也有所帮助 就叫善知识 那么反过来 如果不是的话 会使令我堕落到恶道当中 这就是恶知识 那么这善知识他的意思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根据 其他的经典来解释 华首经云 若有四法 当至事为善知识也 何等为事 一 能令 能入善法中 二 能障碍 诸不善法 三 能令人 诸于正法 四则 常能随顺教化 华首经说到 如果呢 这位大德 他具备了四种法 就可以称为是善知识 第一个呢 能令人 入于善法当中 你清静他的时候 你能够修行十善业 修行武器啊 等等的 那么这就是啊 入于善法 第二呢 能障碍 诸不善法 我们清静下这个大德之后 我们能够远离 恶法 恶业 远离十二夜啊 等等的 不再招恶了 三呢 能够使令人啊 注意正法当中 正法就很重要了 那么前面的段位修正呢 还属于啊 人天的福报 那么注意正法呢 就开始要修行了 那什么叫正法 根据据神论来讲 佛的正法 有两种 一个叫教 一个叫正 教法 一个是正物 那个正 叫教正法 跟正正法 这两种的正法 那么教理上的正法 是什么呢 就是啊 佛所说的 金律人三藏 这叫教正法 那么正正法呢 正物的这个正法 一个是教理的正法 一个是正物的正法 就是正物的正法呢 就是啊 三秤五落的道法 就是啊 能够正物到 这个 三秤的果位 或者是阿罗瀚 或者是毕斯佛 或者是菩萨 佛果 这样的情形 那么只要啊 有人能够受持 或者是呢 演说正法 那么佛的教正 二法就能够 住在世间 那么据成这样说的 有人受持着 那么正法 便住世 那么有人能够受持 受持就依着这个 戒法来行使 或者依着成定 依着这个智慧 来修学 正法就住在世间了 那么如果呢 有人能够依教啊 去修行 那么佛的正正法 就住在世间 一个是对道理的明白 一个是对 这个 果位的正物 这两种 一个是教 一个是正 那么教呢 我们刚刚提到 经理人三章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要晓得 如果我们现在 研究佛法的道理 那么写了很多的文章 但是呢 没有引发 我们的出离心 没有引发 我们的菩提心 没有引发 我们的实相会 没有引发 我们了生托子的心 这个不叫教法 这是一种 学术研究 那么现在 很多的学者 就有这样的过患 比方一些 日本的学者 写了很多的文章 是不是 教授啊 博士啊 那么写了很多 好像知道 考去考察 结果考出来 是有问题的 那个知见不正确的 他没有真正的 相信佛法 他只把佛法当 这种学术的研究 你读他的文章 不会升起处理心 不会升起大悲心 不会升起 想要修行的心 只是在那边考据 这个是真的 那个是假的 这个是哪里来的 就这样考据而已 那么有时候呢 这些教授啊 他可能啊 连这个五界啊 三规都还没有 不要说五界三规 可能都还没有 所以读这些经论呢 读他的文章 会影响我们的政治界 这是要注意的 尤其现在这个时代 更多 这样的文章很多 有时候看了以后 你对佛法的知见 还没有掌握住 会影响你的信心 不要说影响你 对净土的信心 也会影响你 对佛法的信心 这样有问题 所以根据据询论 你看据询论谁做的 天清不善 是一个 我们说他是一个圣者 大修行人 所以你看 你读他的论 好好的学习 会引发我们的处理心 会增着我们的智慧 据询论又叫聪明论 因为读了以后会聪明 那么当时外道 其实天清不善 最初也是外道 那么后来他学习佛法之后 他就直见不对 他就开始编这个佛法里面的书 就写了一本据询论 学出来的时候 大家真心恐慌要来看 那么佛地址也看 外道也看 因为外道怕自己变笨了 所以他要看看据询论 看来他觉得他也变聪明了 所以据询论也叫聪明论 那么天清不善 也叫世清不善 他本身在佛法当中有修正的 所以我们读这种论 祖师大德的论 才能引发我们真实的信心 政治正见 这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们感觉 现在人的文章少看 当然也不是说都不看 就是说你要有个智慧眼 在做抉择 要不然看了你都影响信心 到底这是不合说的 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 后来每天在怀疑 在考证 就像科学家一样 但修行不是这样的 你看偶一大圣那种修行 印光大圣那种修行 红一大圣那种修行 那么就超越了这些学者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晓得 这是教法的正正见 那么正正法 就政务这方面 就是要我们实际的行持 当然它的高标准 就是有开悟正果的人 在世间 那么稍微低一点 就是有能够 持戒修订 学会的 谢灵卫商学也在修学 那么这个正正法也在世间 你好好的持戒 起码你持戒 持五戒 持八观再戒 那么这个修行的正法 就在世间 所以我们这个 学戒 持戒 听戒 都很重要 基本的 那么在进一步的我们修订 在学习经论 开发智慧 乃是我们念佛 也是啊 这个正正法在世间 要不然如果我们现在都讲 净土无尽一论 讲得头头是道 结果呢 我们是要共修 没有人来 不行啊 是不是 你没有真实的念佛 你怎么可能往生呢 不行 实际的修行 实修更重要 实修更重要 那么这说到 什么是正法 第四呢 常认随顺教化 史丹文里面提到 恒顺众生 就是随顺众生的三根 而来教化他 为他来说法 那么这叫随顺教化 就是恒顺众生的意思 接着以二 善知识种类 分三颗 一教授善知识 二外户善知识 三同行善知识 丙一教授善知识 那么善知识有三种 第一个呢 是教授善知识 教授善知识呢 我们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圣道门 一个是定土门 因为这两者有点不同 所以我们把它区分一下 圣道门生识呢 就是能够使令学者 成就定位 开悟正果 这标准就很高了 那么学习的人呢 他是我的师长 我跟他学习 我能够成就成定 或是波罗智慧 乃至我能够开悟 甚至能够正果 那么这是一个 教授的善知识 另外呢 净土门的善知识 人令学者 信愿兼顾 持戒念佛 那么他不同于 圣道门的善知识 因为我们在 净土门念佛当中 我们不是要求 要开悟 要正果的 我们是第一个 要希望 我对净土门门的信心 跟愿力 能够兼顾 那么另外呢 我在念佛 能够希望 能够怎么样 达到一心不乱 当然基本来讲 要持戒 所以他的标准呢 就是 这个善知识 能够引导你 实力你的心愿兼顾 实力能够持戒念佛 断恶修善 那么接着呢 我们看摩尔子观的解释 摩尔子观云 善知识有三种 一 外护 二 同行 三教授 教授善知识者 如涅槃经云 善知识者 如法而说 如说而行 自修菩提 义能教人 义能教人 修行菩提 那么这三种善知识 是根据 智德大师 所讲的 有这三种的 善知识 那么 第一个 教授善知识 什么意思呢 就如同 涅槃经里面 所说的 那么他能够 如法而说 如说而行 他讲的是 卢法的 什么叫卢法 就是根据经论 这叫卢法 这很重要是不是 你讲什么都可以 但是要经论的根据 那么经 佛所讲的 论 主持大德的智慧 那么有这样的根据 这个才是 正知证件 很重要 我们这样调调 你要依止 古德的智慧 不要依止 现在人智慧 现在的 虚弱分别多 多知多见 那么受了现在 很多的 这个思想的毒害 比方的科学 当然我们不能说 科学就不好 但是科学有它的局限 是不是 那么谁知道 就学过科学人都知道 有它的局限 是不是 它经常的变化 那么经常的变 我们说科学要不断的进步 为什么不断的进步 因为它就不对 所以它不断的进步 佛法不用进步了 因为佛头讲的真理 2500年前到现在 是完全一样的 他讲空性 不会说 忽然有一天 佛头跟我讲 对不起 空性要稍微调整一下 那么应该不是空性 应该是什么什么 在调整一下 没有 你看佛头 从以前到现在 空性是真理 无我是真理 菩提性是真理 我们要立重 这是真理 但科学 它就是 很多的理论 它不断的要修正 或是不断的要调整 乃是是错的理论 很多很多了 那么有接触科学就知道 那么所以呢 我们刚刚说 要以古德的知见为知见 这个才好 那么假使呢 现在人的知见 跟古德的知见 有冲突 有抵触 那当然是以古德为标准 这是我们佛地 要具备的正确的知见 那么如法而说 就是根据经论来说 不但是如此 还能够如说而行 如说而修行 则更难 那么能够就你所说的 去修 这是更难的 不容易 自修菩提 一能教人修行菩提 自己修行三称的菩提 身文原觉菩萨称 也能够教导别人来修行 那么这是教授善知识 我们再看着下面 圣道门中圆满之善知识 虚具实德 能令学者成就定会 开悟正果 庄严经论云 若善知识 具足十种功德者 应看清静 何谓为实 一者调伏 二者极尽 三者除祸 四者得争 五者游勇 六者精附 七绝真 八善说 九悲生 十离退 圣道门当中 一个圣道门当中 一个圆满的善知识 一个圆满的 他要具备十种功德 那不容易 为什么呢 他要使令跟他学的 能够成就禅定 跟波罗的智慧 以及开悟正果 所以他的具备的功德 就要多了 那么下面呢 就根据庄严经论 里面所讲的 这个善知识呢 要十种功德 那我们算是念佛的人 我们了解一下也很好 就帮助我们去辨别 是不是 你才知道 你要有 我们说古人 要参方 要参方言 是不是 你没有参方言 你说我要去参学 你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参学 那么到这个地方 什么都不懂 那这样不行的 你要参方 你要有个标准 那么才能够参方的 那么这边提到呢 十种功德 我们看的这个表 一 调伏 谓与戒相应也 什么叫调伏呢 叫调烦恼 就这个善知识 他能够跟戒法相应 那么他就能够调伏 他的烦恼到一个程度 那么他自己本身也能够断恶修缮 他要这个调烦恼的功德 二 极静 谓与定相应 他的内心是极静的 为什么能够这样呢 跟禅定相应 我们说烦恼 八万四千个 五两边的烦恼 总算六根本烦恼 再关纳起来 谈争吃 那么不管是哪种烦恼 在大毙佛商论里面告诉我们 烦恼它有一个总项 这个总项就是不寂静 只要我们内心不寂静呢 就是跟烦恼相应 所以内心寂静很重要 那么戒是能够扶出的烦恼 禅定能够扶住维系的烦恼 所以极静本身也是一个功德 第三呢 除祸 为与会相应 断烦恼也 他能够除去迷惑 就是祸救烦恼的意思 断除烦恼 就是善之士 他能够跟智慧相应 那么扶烦恼或是断烦恼 那么这个扶烦恼跟断烦恼 扶烦恼就比前面的极静 更加的维系 就是他能够扶住烦恼 就比前面的极静 还要更加的深刻 扶更维系的烦恼 这个意思 第四 德真 为具戒定会 不缺不兼也 功德真上 就是他具足戒定会 那么戒定会方面的不缺肉 也不减少 无有勇 为利益他时不比兼也 那么利益他的事 能够勇往直前 在利益众生的时候 不会疲倦 比方说法 或是伴佛教事业 那么所谓的弘法是家务 利益众是事业 那么他自己能够修十三业 也引导众生修十三业 不管是救灾等等 那么虽然他只是人天的福业 不过也能够引导众生 不断地进步 那么或者传戒 讲经说法 领众修行 领众修行来讲 别方打残器 打破器 等等的 这些都是历生的事业 六 金富 为多闻也 他学习很多的经典 七 绝针 为了实也 了就是通达的意思 通达第一地 实义就第一地 实相的理体 八 善说 为说法不颠倒也 那么他善于说法 也说他说法不会颠倒 什么叫不颠倒 就是他就有政治证件 不是巧言吝啬 他所说的法能够符合三法印 能够符合十项印 这才是政治证件 九 悲深 为五五 希求也 五所希求 那么五所希求 是 就是 英若经里面 所讲的 施恩不忘报 他 对众生有恩德 他不会希望 有所回报 这叫不忘报 那么这个呢 就跟菩提心相议了 那么一般众生 也是 施恩不忘报 他那忘是 不会忘记的意思 他一直记得 我对别人 有什么恩德 这是我们凡夫的境界了 你看菩萨不是 菩萨是不忘报 不会希望 你要再回馈 有什么不慰的 那么 所以我们凡夫 就慢慢地进步 慢慢地进步 第十呢 离退 为于切实 恭敬而说也 不会退失 恭敬心 那么在切实际 都能够恭敬说法 也就是重法的意思 那么这是善之士 具备的十种功德 我们接着看二十四页 末法之时 去处圆满 功德之善之士 实难可遇 具足地止项之学者 亦难可得 若有具此 少分功德之善之士 亦应清静 以学者定会 虽难成就 但能具足正戒 亦应当庆幸 到这边 到这边 这里是告诉我们的 在末法的时候 我们要找一个 具足圆满功德的善之士 不容易 非常难 另外呢 要具足地止项的学者 也很难找到 所以这是两方面的要求 是不是 你不能只要求 这个师父要多好多好 我才要跟他学 但自己呢 什么都不干 那么就要求 这个善之士 要非常好 但是自己不努力 那么这是不行的 所以呢 相对的 要具足地止项 你具足这个地止项 你才能够赶得 这个善之士 那什么叫地止项呢 根据经论 提到两个要点 第一个呢 尽性为本 第二个念恩 深尽 尽性为本 就是啊 我们要观师长 就是佛 这个不容易吧 是不是 在密宗里面提到 观上师就是佛 观想这个上师 就像佛一样 那么另外呢 连师大师 欧益大师 也说过 这个沙咪的阶段 你要看你的 和尚跟阿舍尼 这二世就像佛一样 这样来侍奉他 我们在 最初学这个 沙咪威仪的时候 沙咪十阶威仪 入药 里面就有提到这一点 当然这个地方是 我们 虽然在学的时候 有这样学 教也有这样教 但是在我们汉地 比较不强调这个 那么为什么古德 他要强调这个呢 就是说 一般人对佛 是不会生起 这种侵慢心 也不会生起 这个佛有过世 他不会有这种想法 那么他会 看到佛的功德 那么如果他看到 看到这个佛 有什么不对劲的话 他会想到 可能是我看错了 不是佛有问题 所以我们对师长 如果能够这样的话 那你修行上 就能够增长 就能够进步 那么诸佛已经过去了 未来佛还没有出现 那么现在说法 能够代替佛陀 宣扬正法的 就是我们的师长 就是你的和尚跟阿舍利 所以应当是和尚阿舍利 像佛一样 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在北传的佛法 比较少强调 那么藏系的系统 他们就强调了 是上师如佛 不过虽然是如此 也是不容易办到 不容易办到 那么真的要看上师如佛 那不容易的 那么在黄金里面提到 怎么样诚是善知识呢 你要去对待善知识 如无孝子心 你要沉顺他的颜色 就是脸色 那么像我们对父母一样 父母的喜怒哀乐 我们要善于察言观色 那么对这个善知识 师长也是如此 那么也提到 如无除愤人心 要远离这个娇慢 没有这个供奉我们的心 你看那个除大粪的 那么他就是 觉得自己很卑微 不会有这个娇慢心 如无弟子心 那么善知识所的训为 我们不能够违背的 如无同仆心 就像那个仆人一样 那么这个老板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主人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那么师长这样说什么 你就做什么 如良犬心 良犬是什么 就是狗的意思 那么看现在 我们就好像 我们在他面前像狗一样 狗不会伤害这个主人 那么这个 狗对主人是怎么样呢 这个主人一生气 脚马一踢 他马上跑走 跑走之后 他看主人 不生气了 他尾巴摇摇又回来了 就像狗一样 那这不容易 那么现在交弟子 哪个人敢交弟子 这样子 不过后面 我们在联系室的教授 就是这样子 当然不是把我们当作狗 不过呢 有到过联系室的 不管是有出家的 没有出家的 都有那个经历 那么这个参功上人 好的时候 非常的慈悲 就像个老爷爷一样 哎呀 非常的慈祥 他一发脾气的时候 受不了 大家都害怕 这样的情况 那么如两犬心 在宋朝 有位 有这个法远禅师 跟意外禅师 这些人 他们听说呢 河南有位归省禅师 高峰亮节 就特别的前往去参访 那么去的时候呢 刚好遇到冬天下雪 那么鬼省禅师呢 就不让他们挂单 呵斥他们 慢慢赶走 甚至啊 用水泼他 那么泼到 他们身上衣服都死了 你看冬天啊 不让他挂单就算了 还用水泼他们 那么其他出家人呢 跟着去的就受不了 被骂 还被泼水 这什么是一带高僧啊 那么用这种方法 就离开了 只有法远禅师 跟意外禅师啊 他们啊 把这个衣服啊 做具啊 整理整理 还一直坐在那边 那么到第二天下午啊 这个归警成功就说了 你们再不离开 难道要赶你吗 那么法远禅师啊 就上前顶礼哦 就说了 我们不辞千里啊 挑挑而来啊 为的就是啊 参事访盗 难道一瓢水就可以把我们赶走吗 就算打我们啊 我们不离开 归警禅师啊 才准许他们两个挂单 那么就安排他们呢 去这个厨房工作啊 哪里哪里啊 等等的情形 那么当时这个室里面的伙食很差了 那么有一天呢 归警禅师外出 法远禅师啊 就私底下 将常住的油面啊 拿出来 要煮一个五味粥的 这个汤啊 供种 那么这个粥呢 刚煮熟 没想到 归警禅师忽然回来了 回来之后 就对法远禅师赫施说 你这个偷取油面 这是偷盗 那么法远就说了 我确实是拿了常住的油面 愿意啊 接受处罚 那么归警禅师呢 就把 法远禅师三一根钵啊 拿去卖 就是用来赔偿常住了 而且罚打三十磅 三十丈 再把他赶出寺院 那么其他道友都替他说情了 那么归警禅师啊 一概不许 那么有一天呢 归警禅师外出了 就看到这个法远禅师啊 一个呢 站在寺门的走廊下 那么原来啊 他没有离开 他是在走廊那边 寺里面的走廊那边 睡觉 休息 没有离开 就住在那个走廊那边 那么这个 归警禅师去啊 就说 这是寺院的地方啊 你还住在这边 你有交房钱吗 那么 这个法远禅师就 面有难事的说 没有 没有 没有就是要交房租 那么他就去外面偷拨了 把房属啊 又还清 这样的情形 好 那么归警禅师就对大众说了 这才是啊 真正啊 残残的法器 就留他下来 之后呢 把衣钵啊 残给他 好 你看这是 地质项 好 那么 这样子啊 我们学法 才能够有成就 好 那么这是啊 说到地理项 第一个 尽性 为本 第二呢 恋恩深尽 对善之士啊 我们要意念他的恩德 盛起恭敬心 就如同华文经里面 所讲的 卢念善之士 生我如父母 养我如如母 争我菩提芬 如医疗重疾 如天撒甘露 如日事正道 如月转静伦 好 我们要这样的一个 恭敬心 报恩的心 好 那么这观上师自佛 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好 在西藏啊 他们的这个密教啊 白教里面有个传承 传承的上师 第一代的祖师 叫蒂罗巴 第二代叫纳罗巴 纳罗巴之后呢 是马尔巴 马尔巴是密日巴 再是刚波巴 好 为什么都有个巴呢 这个巴尔在西藏 就泽的意思 就像我们的泽的意思 那么 他们 是上师罗的意思是怎么样呢 这个蒂罗巴的地址是 纳罗巴 好 有一次呢 这个蒂罗巴 就转头过去 跟他的弟子讲 看着 没有讲话 就盯着他看 那么这个 纳罗巴呢 就上前 请求教法 那么他就说了 想要教法的话呢 就跟我上来 好 那么这个 这时候蒂罗巴 师父啊 是蒂罗巴 他就爬爬爬到一座 三层楼的屋顶 好 就说 到屋顶之后 两个人在那边嘛 他就说 如果我有弟子的话呢 他一定会啊 从这边跳下去 好 那么 那时候就有两个人而已 所以 那时候就想 哦 他一定是跟我在讲话 所以他毫不犹豫啊 就从三层楼 纵身一跳 跳下去 那么 纵纵的摔到地上 那么 全身啊 非常的疼痛 快要死了 瘫在那边 那么蒂罗巴 年纪很大了 他走下去的时候 慢慢地走下去 好 因为他年纪大了 走路不快啊 走一手走 走下去 走下去的时候 就问他说 你怎么了 他说 哎呀 这个由前世业力 所形成的肉体 就像鲁尾一样 快要碎掉了 已经啊 瀕临死亡的境界了 那么这个 蒂罗巴就问他说 那你对我信心吗 他说 有 我对上身心 不会改变的 那么蒂罗巴就用手 摸着他 一摸过去 他就恢复完好的身体 那么这样子呢 经过了一年之后 那么也没有什么 上师啊 也没有教他什么教法 那么这个 纳罗巴呢 又去琴法 琴法的时候 蒂罗巴突然就起来了 起来就走开 走开呢 这个 纳罗巴就跟着过去 就看到他的师父啊 坐在火堆旁边 那么纳罗巴上前琴法 蒂罗巴就说 如果我有弟子的话 他一定会跳进去 火堆里面 那么这纳罗巴 毫不愿意就跳进去了 结果全身啊 严重的灼伤 非常的痛苦 那么蒂罗巴就 淡淡地问了 你怎么了 纳罗巴又说了 这个由前世业力啊 所行的肉体啊 已经被火啊 所吞没了 我非常的痛苦 那么这时候呢 蒂罗巴又用手啊 摸一摸他的身体 身体又恢复了 这是他们葬戏啊 对这个 上师的信心要大将 你想嘛 是上师如佛 佛是什么 一切自然 对不对 他能够了解你的心恋 无所不办 现在呢 你从台北 101的高楼 他要你跳下去 你好不犹豫 因为他是佛 是不是 他只要手一伸出来 就把你接住了 你要这样的信心 但话说回来 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很难 所以学人自己啊 最初学的时候 上师是佛 我真的是 是上师如佛 我就每天观想 他就是佛 佛那时候不是真实的信心 只是 勉强自己去观想 那么后来过了三年五年以后 我想 他是佛吗 佛怎么会这样子呢 当然不是说他有什么过失 是我们有业障 所以我们看不清楚他是佛 那么那时候来联市啊 在这学会啊 那么参攻上会请一些大学的教授 或是其他老师来联市啊 就是在这学会教授 那么其中一个教授 正大的一个教授 那么他的夫人啊 他的太太啊 也后来也接触密教 那我们有一次啊 去逼个短期的观都遇到了 那我还是学生哦 那他算师母啊 就觉得很高兴 就谈起来了 那么过了大概十几年之后 我们中间都没有再碰面了 因为后来我出家了 那么就没有再什么姻缘碰面 后来出家一段时间之后 经过大概将近二十年的时间 又联络上了 那我就问他说 你还在休密吗 他说没有啊 他认为说休密啊 就如同啊 这个沙滩主堡一样 他这样跟我形容啦 就不牢靠 他认为说 他还是不觉得 不觉得这个 对他来讲 很适合 那我就提出过 你说 你觉得你相信 你的上师是佛吗 他就说 他也很难相信 所以这个教法 就是要看适不适合 不是说他好跟不好 也许西藏人 他容易相信 但我们汉人很难相信 是不是 汉人就多一根筋 他会想 这个佛会这样子吗 然后会不断地考验上师 不是上师考验弟子 弟子会不断地考验上师 所以很难 你看他们那个祖师教 我们讲的是有根据的 第六八对那六八就这样子 如果大家有兴趣 有时间你再去看一本传记 就是密尼巴传 就是密尼巴 他的师父 马尔巴对他那种处罚 对他那种教授 他那种非常严厉的 比对那个动物还不如 但后来他成就 那么看了以后 我们那时候 为什么要学密教 我们就 这个马尔巴上师 非常的殊胜 能够使令他在一生当中 及身成就 得到很高的证悟 所以那时候 我们的心态 就是想要去找一个 佛陀的上师 来一直来学习 这个没有错 但是呢 你要去找 马尔巴这样的上师的时候 你要了解 你自己有没有像密尼巴 那样的地子像 是不是 我们都想要去找一个 很舒适的上师 但你有没有去除地子像呢 这个有问题 那么这样的教法呢 可能呢 就不一定 那么的适合 我们汉的根气 所以佳生的参攻上 他也经常提 他那时候在东北出家 有一个王郎妈 那时候亲近他 那么他那时候 后来要出家的时候 他就考虑 我是要当亲医生 还是黄医生呢 亲医生就是 我们穿这个 汉人的这个身服嘛 灰色的亲医生 黄医生呢 就是这个喇嘛 他们穿的那个黄医生 他考虑考虑 他想 我的根气还是适合 当这个亲医生 你看那个拜大礼拜 西藏人他大礼拜跟我们不一样 是不是 我们这小礼拜嘛 他们大礼拜就是这样子 拜下去 因为他们这个大概是 跟那个民族性有关 他们居住在高山远远 所以就拜大礼拜 很好迈 那么家师 有时候就会提到说 他在联系室的时候 有一个人看到他就扑下去 他就往后退一下 那么他就感觉 哎呀 这个大礼拜 当然大礼拜也没有问题 你都拜大礼拜 对身体也很好 只是说呢 这个民族性的问题 我们还是这样感觉 这样慢慢拜 或是我们一般的那个拜法 小礼拜 叫比适合我们 所以这就是根气的不同 那么上面提到呢 我们要具足地址项 那么上师呢 原本的上师 原本的上师是十种功德 但是呢 在末法当中 如果他具备一两种功德 就非常殊胜了 就值得你去跟他学习 因为你只学他的专长就好 你不用要求他这么多 那么这样的情况 这是通途法门 那么接着呢 我们看最后一段 净土门中 人使学者信愿兼顾 持见念佛 志愿往生净土者 则应清净 以此 只称为末法之大善知识也 那么在净土法门当中 我们刚刚提到 能够让你 对净土法门的信愿兼顾 能够引导你 持见念佛 发愿往生 那么我们就可以清净他了 不管是出家的善知识 还是在家的大德 我们看从古至今 很多这样的居士大德也有 那么龙书净土门 王龙书 是不是 那么这些都是居士大德 我们都可以去清净他了 那么这是末法时代的善知识 大善知识 因为我们是感觉到 末法时期 如果我们没有依止 净土法门来修学 你要得到当生成就 泄脱圣识是不容易的 接着秉二 外护善知识 外护善知识则 从外以衣食 劳力等 护持行则 安稳修行之人也 那么就是护持我们的 比方出家众来讲 我们出家众是没有去营业的 没有去上班赚钱的 所以我们的适时供养 就来自于居士们 那么他就是我们的外护善知识 或者我们在办佛妻 那么就有护妻的人 那么做饭菜 或者是帮帮打扫 帮帮行堂 那么这些就是外护善知识 它是我们的善知识 你说你打佛是要一心不乱 但是你还是要吃饭 是不是 你不能说饿肚子 饿肚子你的功夫还不到 所以要煮饭菜的 要行堂的 那么要搬桌椅的 要打扫的 这些都是善知识 这叫外护善知识 或者是整理这个道场的 这些同修们 他都是外护善知识 秉三 同行善知识 分三 一 解释名义 二 结色共修 三 略名著念 第一 解释名义 同行善知识者 相互敬重 切错琢磨 志同道合之人也 那么简单讲 我们讲的就是同参道友 那么这同参道友 在家居士也有 出家中也有 接着 丁二 结色共修 分两颗 一 结色力 二 修持要点 物一 结色力 又分三颗 一 互相辅助 二 防止懈怠 三 听法事宜 即 互相辅助 那么结色共修 有什么利益呢 第一个 说明 有互相辅助的功能 请看着文 或为念佛求圣西方吉宜 何必结色 事不知事件万事 需待众运相助 方得有成 况学了生托死 之无上妙法乎 圣人以朋友 列于五轮折 盖取其 劝善归过 如二月护照 福为保安 如两手相远之也 到这边 那么 印光大师说到 我们只要念佛求往生就好 为什么要 有个念佛会 要来共修呢 原来 我们要晓得 世间的万事万物 要众远合合 众远互相的帮助 才能够成就 那么世间尚且是如此 何况 你要学了生托死 这种无上的妙法 更是如此 所以圣人呢 就将五轮当中 列入了 这个朋友这一轮 那么五轮就是 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妻朋友 其中一个是朋友 那么朋友 这个朋友是什么意思呢 司马迁说 同名相照 同名相照 用这个智慧光明 照耀 这就是好朋友 如果说大家感情好 但是都是做一些放异的事情 这不是好的善友 不是好友 那么所以如二月护照 那么福慰保安呢 辅助危险 保护安全 那么就是像朋友一样 要互相的辅助 那么这是一个功能 接着 几二 防止懈怠 人之常情 若无意义 则多舍应循 待乎之弊 大众同居 功课有定 虽欲懈怠 亦不可得 功课之外 其奋发精进者 即可涉笔懈怠者 勉励而行 人界前进 谁敢后退 彼此相扶 其行已成 那么就防止懈怠了 那么大家会站在一起 那么见面 就问一下 你最近用功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么我最近 念佛多少声 那么拜什么经 送什么经 拜什么颤 看什么书 听法听多久 一听 哎呀 很惭愧 他这么用功啊 我都没有 那你就 就是有惭愧性啊 你就 我要调整一下 那就进不了 所以能够防止 我们这种懈怠 那么你看 来到这个念佛堂的 大家都用功啊 那你就不好意思 懈怠了 我们一起听法 一起打佛七 一起过堂 都能够进步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来到佛堂 来到道场 不是这个联谊会 来到不是交朋友 我为什么来 因为我没有朋友 所以我来了 来到这边啊 我认识好多人哦 那么以后冲壳子啊 有朋友可以冲壳子 冲壳子啊 大陆人讲冲壳子 就那个壳啊 你那个冲那个米啊 米那个米 把里面的米去掉 外面那个壳子 壳子你再怎么冲 就冲不出米 所以冲壳子 你就浪费时间 那么聊天啊 那么还做生意啊 做买卖啊 那都不行的 所以来到道场 我们是要互相切磋 就是要让道业增长 你就谈佛法就好了 其他你不用谈 你就学佛很单纯 那么大家彼此切磋 就这样子 那么这个好 所以有些单位啊 他们也规定 来到这边念佛会的人 他不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有规定的 那么这是很好的规矩 那么你就是学佛 就好了 不是来这边 不是一个交际的场所 不是的 是要道业增长的 那么接着呢 几三 听法事宜 或有所疑 即有所见 有可抉择 每日辖时 请住其数 略是尽重纲要 则携证去取 寥寥分明 由此注意 故古人嫌疑 结色为倡导 那么我们有所疑惑了 或是有什么见解 要人家帮你啊 做一个决断 那么自己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们来到 这个共修的团体 那么这共修团体定期啊 请这些法师来上课 你可以请问他问题 他帮你啊 解释心中的疑惑 那么邪正去取 是邪是正啊 清除明了 邪就要去掉 正的就要取 就要这个这个采取 那么有上面这种种利益啊 所以古人啊 都以结色为倡导 比方呢 东晋时期 惠炎大师 我们净土中的出租 在庐山呢 创建百连社 当时呢 击重六十念佛 求生西方 参加的呢 有一百二三人 那么这一百二三人 统统都往生了 很殊胜 他们是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 那我们现在 当然没有这个因缘了 那么就是大家呢 利用时间一个月 一个礼拜 去一次或两次 这样的情况 接着五二修持要点 分四 一敦伦敬奋 二断恶修善 三对治烦恼 四总结要点 即一敦伦敬奋 虚知佛法 原不离世间法 凡诸舍有 必须各个克敬己奋 如父此指孝 兄有地功 夫唱赴随 主任仆中等 那么就是 这个佛法 不离开世间法的 那么六祖大师说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绝 离世密菩提 恰如囚兔角 佛法也不离世间法 所以我们佛地扎也学习儒学 儒学强调宗教人 这个都好的 己恶 断恶修善 又须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戒煞互生 不参昏酒 贤血纯臣 克己复礼 自立立他 以为己任 儒士则 棄职 监正 看守法论 果真 真性 果去 真性 切愿 当必 往生 上品 那么 诸佛作 众生风行 戒杀户生 不参昏酒 就是慈祭为本 贤血纯臣 贤就是防止的意思 那么防止邪念 要保存沉静之心 克己复礼 就是约束自己 让这个言行 合于礼 那什么叫礼呢 礼就是天地之序 就是 序就是次序 我们看天空里面 日月星辰 运行正常 大地上面 山海平原 高下相宜 春夏秋冬 循环不息 这就是天地的次序 那么这是礼的来源 所以礼它就是个规范 那么规范是什么呢 我们要守本分 要守法 要守戒 那么礼呢 也可以说是礼浪 所以我们也晓得 礼就是我们要牵浪 要学赐亏 接着几三 对峙烦恼 又尽 世之人 多物虚名 不休实行 口遂念佛 心与佛为 譬如药剂病福 何人欲病 必须念念克志 自己习气 心性意念 弥陀鸿明 凡有与佛 不合之念头其 则智则曰 辱念佛求生 西方之人 何可其此念乎 正念一旗 邪念之消 绝不许其 稍住 清客 必使心中 敬物辖会 辱境流离 内涵宝悦 口遂念佛 心与佛为 那么古人就说到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喊破 火龙喊破 也突然 所以我们 水里念佛 心里达妄想 就像鱼喝水一样 你看鱼喝水 嘴巴冻得没有停 但是一滴水 都没有喝下去 那么从两塞 流出来 得不到利益 因此念佛 重点在心念 宁可心念 口不念 也不要口念心不念 但现在我们要强调 口念心不念 也不错了 他起码嘴巴还在念 还能得到一些利益料 药剂病福 你在吃中药的时候 你说你现在是上火 吃这个中药 那你再去吃 那个上火的饮食 就不行了 所以吃中药的时候 有些要忌口的 你不能吃的 你再去吃 你这个中药吃再多 你也不会好 念念 克制自己的习气 也要对视烦恼 那么这应主提到 要喝者 对视烦恼有两种方法 一个喝者 这是暂时的压住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暂时的压一下 第二个方法 就要修观 修观是一种疏通 你要疏通它 要疏导它 比方五庭心观 多贪人众生不静观 我们的贪心墙 那我们就修不静观 你修不静观 发现这根本就不清静了 你就不会去执照它 那么多生众生慈悲观 多散乱众生属习观 我们也可以念佛 那么于世众生因缘观 多葬众生念佛观 那么如尽流于内涵宝悦 彼愿内外光洁 几次总结要点 凡念佛这人 务必 敦伦敬奋 贤血存诚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真为生死 发佛提心 信愿坚决 求生西方 以此自行赋以化他 若有一念 求来胜人天福报之心 即修此 尽 以免违背佛教 虽众善根 而了胜托使 当在余年 可不哀哉 那么这是勉励我们 要好好地修行 那么不要追求 人天的福报 不能够追求人天的福报 那么人天福报是什么呢 相状呢 游入仰剑射虚空 势力尽 剑还堕 遭得来胜不如意 你看你这个剑 一射上去 它怎么会掉下来 还是会掉下来 因此追求人天的福报 终究有无常的一天要到来 没有用点 那么我看世间的富贵人家 造业的多 我们也讲过吃一顿饭 这个牛排 三分熟的 七分熟的 几分熟的 还是不要熟的 那么吃起来 好像很不错 杀业了 活于山吃 满汉全息 那么富贵人家 很多是这样子的 第三 略名 述念 一 临终三药 经列三药 以为成就临终人 往生之据 与岁彼离 一本佛经 遇此因缘于 西举行焉 言三药则 第一 善巧开导安慰 令身正性 第二 大家患斑念佛 以助敬念 第三 切戒斑动哭泣 以防无事 那么临终三药 这边 应光大师告诉我们 临终的时候 有三个要点 我们想去触念 那么这个要点 我们这边是提出来 他的纲要 那么诸位 在应光大师的文章当中 也都可以看得到 里面 印竹有解释 那么 这一段说到 果人 依此三法以行 决定可以消除树叶 增长静音 蒙佛建 往生济方 所以在临终的开导 要怎么学呢 我们就看看 印竹文抄 里面 有提到这三个要点 接着 第二 自他得意 能成就他人往生 待自自己临终 必大有成就 自己往生者 切勿 以不惯己而乎之 须知 肯助人敬念往生 亦得人助念之报 那么说到 我们能够成就他人往生 那么等到自己临终的时候 也会有人来帮助我们 助念往生的这个情形 那么不要认为说 这工作没关系 那么都有因果的 再看下面 且莫说 是为父母 尽孝应如是 极为平仁 亦陪自己福田 长自己善根 是为自利之道 不图为人而宜 成就一人往生净土 即是成就一众生做佛 此等功德 何何思义 那么我们去帮他助念 他往生了 你的功德就殊胜了 那么这是 所以有人办助念团 就是有他的 这种功德利益 那么当然这个助念 有他的规矩 规定 规定也不是说 不好 因为他有规定说 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才去助念 要不然你这样 大家打个电话 你就去了 打个电话就去了 那么那个人 最后他疲于奔命 大家帮他助念 那么他就太辛苦了 而且你没有一个张法 没有一个制度也不行 所以要成立一个助念团 他有个规定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去助念 那么念多久 那么在这个县世的 外县世的 那么有来参加念佛的是怎么样的 那么要有个规定出来 那么这样运作 就能够如法如律 最后 以三举诵劝修 善知识者 人静诸杖 人面诸罪 人止诸恶 善知识者 则是如来 善知识者 自害导师 善知识者 无尽致趣 善知识者 福德根牙 善知识者 诸功得障 善知识者 难可治愈 那么这黄金里面 说到善知识的功德 是非常的多 那么在这里我们只是引用几个寄送而已 那么作为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 那么就是引导我们修行佛法 那么告诉我们他的经验 我们可以少走冤枉路 走正确的路 所以说善知识 能够净化种种的障碍 能够灭除我们的罪业 那么善知识也很难遇到 怎么说呢 第一个 我们真的很难遇到一个善知识 第二个呢 我们自己有障碍 当你有障碍的时候呢 你也看不清他是善知识 有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因为很多人呢 他都提到 那么要学人讲一讲 这个联系参攻上人 他那个得恨是怎么样 所以在这个 我们就借这个因缘 也稍微的简单的 那么讲一讲 那么我们分 大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体 一个是用 体来讲 我们感觉到 这个善人呢 三叶清净 那么这个时候 看到他的人呢 就感觉到 这个生活一三叶是很清净的 那么用呢 慈悲力深 那么虽然他有时候很严厉 但是呢 你会感受到他的慈悲 那么这是体跟用 那么接着呢 我们就三个部分来说 第一个 约修行 修行来讲 那么他强调啊 这个解行并进 解门跟行门都要有 但是呢 导回净土 解门呢 三分 行门七分 为什么你要实修 实修 那么有真实的利益 所以他本身在 注重实修 比方他每天拜八十八佛 再怎么忙他也拜 所以真的是没有时间 坐飞机就没有时间 不过坐飞机他也拜 上次我们前年讲过 他飞机上面也拜佛 他在飞机上拜佛的时候 很有滋味 在里面拜啊拜啊 外面的云啊 飘啊飘啊 那么他感觉 哎呀味道很好 很有滋味 所以他在飞机上也拜佛 那么注重实修 持戒严谨 那么道心很坚固的 他在放逢山啊 早晚课啊 他都老人家都道 境界莫测 这个说多了 当然有点悬了 那么一些同学们啊 好像是 情境的人就说 什么有时候我们内心想吧 他会知道 好像有这种感觉 那么有时候这个选长 就在学同学 在那边讨论一下事情 那第二天 武在的时候 上来就讲一讲 哎呦 那事情就解决了 就是他内心所讲的 那么 因为现在讲就比较没关系 举一个例子 因为人已经往生了 我们那时候 学生时代的时候啊 彰化 有座桥 这座桥啊 每天啊 经常发生车祸 经常发生车祸 那么 就是 那个桥就死了很多人 那么南部呢 有一个人啊 不是 就是那个彰化附近 有一个人 他就做了个梦 梦境当中啊 就是那个鬼王 跟他讲 要找某某人 要找 参攻师父 要请他来超度 然后他不认识啊 不认识啊 这个就打听 打听到南部去 刚好南部呢 有来清净联衣室的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就南部的信徒 就来请上人去放梦山 那么上人呢 他做什么都低调的 他不会说 哦这样子好 我们号召群众去 不是 他的做法是 就不跟大家讲 他只带学生去 因为在联衣室知道 他这个上人 对举止特别严 对学生就很照顾 那么比方说 礼拜一去 那么礼拜一学生 都不能去 因为礼拜一学生 要上课 不过他说 也要报名的就参加 两三个就带着去 就没放梦山 那么去回来 什么也不讲 他也不提这个事情 就这样子 他事情 办事啊 做什么都是低调的 那么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联市 也是有很多情形了 那么这当我们就 不需要说 一次都说很多 说很多 我们又跟其他一样 都讲这些怪乱生 也不好 但是提到的就是说 佛法是有感应的 我们放梦山 超度 那确实是有感应的 那么第二呢 就着德行 德行 尊重古德 那么所有的之间 以古德为主 那他本身呢 千功慈悲 愿慈悲 那时候我就看到 那个后学 就刚出家没多久 那么 也出家一阵子了 那全省朝山 那么中间就来到联市 那么见到这个上人 那就跟上人顶礼 他也跟他顶礼 那么 上人本身也是慈悲 亲过他就知道 那么慈悲心 你听他讲话 一听他那个讲话的声音 有时候 你那个烦恼都没了 有时候很出众的 一听他 某某某啊 你怎么样 你听 烦恼没了 刚刚也可能是 跟上人的因缘 另外呢 据大威德 你看到那个像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也会害怕 那时候学生 好像 这个 会骂人的样子 那么 他有那个威严在 好 我们看这个每一个高僧大德 那个像不一样 红衣大师是一个像 是不是 阴光大师又是一个像 好 那么 这个训练上又有一个像 好 每一个大德的这个像不一样 好 再来呢 是淡薄名利 淡薄名利 呃 他这个 不追求 这些 当然很多大德 也都不追求了 好 那我们亲一他就 也感觉到这一点 他半事低调 你看那时候大概以现在来讲三十年前 好 那么 呃 北部啊 台北 就有人要把他办 哦 千人的念访回 然后露营要干什么 他都拒绝不要 好 还有电视台 要在联视拍 他也不要 好 那时候电视台台 台湾只有三家而已 好 那么电视台来哦 要拍 他拒绝 好 那么可能是好几家过来要求了 那其中有一家 有跟他拍了一下 好 但是有没有放上去就不知道 好 那么先前啊 三四十年前啊 呃 当然很多法师的大悲心的推动啊 他们都想要把佛法推出去 好 就在电台弘法 好 但是呢 参观上来 他就比较不走这个路线 他本身喜欢低调的 这个这个 呃 这个用功修行 那等到我出家之后 好 那么陪他到北部办事 好 他去找他的这个妹夫 好 妹妹跟 妹夫啦 就是他的亲人啊 呃 去的时候我才晓得 原来他的妹夫啊 是台市 电视台的一个副总经理 那么台市那个时候 就是总经理 在就副总经理了 那时候才知道 那么以他的因缘 啊 他要排一个节目啊 上电视那很容易 但是他也没有做 而且不晓得 好 那我记得呢 呃 学生时代 我就看到一些 呃 有些单位了 到场 就写 一个 就是一个门牌 一个扁啊 一个扁 那么 呃 提了一个字 监察院长 某某某 提 我觉得不错 因为那时候 法老婆是很兴盛嘛 大概三四十年前 刚要兴监察院长 什么院长 什么院长 那时候学佛东西 还没那么剩 在台湾呢 有什么院长 帮你提个字啊 那了不起了 好 觉得很光荣 佛瓦推得出去 那么有一次呢 我就在那个藏经楼 好 联益寺的藏经楼 整理那个书啊 整理书的时候 我就不小心 剃到一块板子 一看 他就写个联益寺 提名的是谁呢 何应卿将军 我想 咦 怎么放在这边 都在地上 那么何应卿呢 就是这个 我们那时候 中国啊 代表中国 接受投降的那位将军 五星上将 那这个牌子呢 只放在联系的 藏经楼的地上 还没有放在桌上 我想要 这个不容易 这样的情况 虽然淡薄名利啊 那么 很朴实 很平淡 那么再来 就着历生来讲 强调犯恨 所以连世呢 办这个八观摘戒 就是摘戒学 就强调 我们要受八观摘戒 等等的 那么 度众不疲 他到九十多岁 还在办这个摘戒学会 而且呢 散巧说法 我们听他的开示 真的是不错 能够进入这个法位 威仪庄严 威仪庄严 最后呢 教法特殊 这个教法特殊啊 就是呢 要待过理因室的 才会体会到 比方有这个 我们师兄弟 刚从疗房出来 那么上人就说 某某某 你偷钱是不是 哪有可能偷钱 是不是 不过呢 因为他有威德力 他讲的话 好像就是真的 他说你偷钱 大家会相信你偷钱 是不是不会说谎 那么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大家就 这个怎么讲 事实上他是在磨练你 那么在磨练的情形怎么样呢 比方那时候 我还没出家 还没出家的时候 我们一个师兄弟 他是这样 他就早上 早科状以后 他说这个书柜 这个书柜啊 放在这个念法堂旁边 他说 那个位置呢 你把它移一下 移到这个念法堂的右边去 左边移到右边 这是早科完了 早科完之后呢 到了早哉用完的时候 他说 这个右边好像不太好 你就把它移到 藏金楼那边去 他就搬得很远 那个木柜很重啊 那么到中午用午灾 节哉的时候说 这个那个地方好像不太湿了 你再把它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到晚课前又搬一次 那个弟子都快收不了了 一个书柜搬好久 在模拟啊 那么有时候喝吃弟子的时候啊 他只要 他就是 有时候当时 喝者的骂 有时候是用念的 那么曾经呢 听过一个事情 我没有在场 是 另外师兄弟讲的 那个师兄弟 已经离开连一世了 那么他带一位 马来西亚的法师 来到连一世参学 那么来参学之后呢 就 过堂用午灾 那里面有个祖仲 一个出家仲 连一世的一个出家仲 那么那时候呢 吃饭吃饭吃饭 那么 结栽之后 就听上轮开始 开始以后呢 就交代办事 交代完之后 就开始啊 这个 喝者那个弟子 那么骂骂骂 骂到啊 这个 这个参学的人啊 比那个被骂的人 还要难过 还要 还要精泡 怎么有这么严厉的人 那么一般我们听说 就是现在啊 这个师长啊 骂弟子人 不多了 不太敢骂 那么在连一世就不是了 他就是啊 就是 要教导你 要立应的时候呢 该怎么办 他就怎么办 但是我们离开的 这个师兄弟啊 被 这样磨练之后 就是很感恩 你到外面去的时候 才知道 哎呀 因为那时候啊 真的是啊 学到很多 所以有人就说呢 来到连一世啊 就是 这个心病训练 中心训练 那训练一两年之后 就是啊 接着分发部队 就是啊 看分发到哪里去 他会叫你去哪里 参学 哪里 就是要你离开的意思 那么接着就分发到各个地方去了 这样的情形 那么这是一个善知识 那么 这边就提到呢 这个善知识啊 不容易 那么由现在佛陀啊 赞叹这个善知识的功德 阿难就说了 对于修行来讲 是否能够成就啊 有一半 需要靠善知识的力量 佛就说了 不是的 这个修行呢 如果要能够成就 完全要靠善知识的力量 是要完全不是一半 那么佛啊 就这样 重视善知识 所以呢 我们应该要依止善知识 亲近善知识 尊重善知识 当然 谁是你的善知识 就看你跟他的姻缘 你要有折发员 去亲近啊 这个善知识的情形 那么以上啊 这门课程呢 我们就说到这个地处 那么现在呢 现在这个时间怎么分配 一些问题的答复 因为也一堂多课嘛 大家是在继续答复还是怎么样 还是先上个洗手间还是怎么样 就继续答复了 或是要上洗手间的就自己去了 这样子的情形 请法师开示 应主说的反念自念 反观自观 即念自信弥陀 反念念自信的道理 这个地方呢 印象中啊 是 印光大师 在这个念佛三昧摸像记里面的一篇文章 里面有这两句话 好 那么反念自念 反观自观 那么简单讲 你就去啊 去了解我们上课所讲的 世心做佛 世心是佛的道理 这也是反文自信的道理 也就是你了解 这个心佛众生上的差别 去念佛 这就是理词 以理 来念佛 念佛有两种嘛 事实跟理词 事实呢 就是你明白了 世心做佛 世心是佛的道理 去念佛 这叫理词 那么理词呢 就是这么一算的 反念自念 反观自观的意思 简单讲是这样子 第二呢 受菩萨戒之后 为了避免妨碍修道 而不得听歌唱 观看娱乐节目 但修学大圣菩萨道 也是学习佛 具有一切智 除了具有了悟 真如实相的根本字之外 也需要了知 电脑科学 乃至音乐 艺术等等的差别字 才能够顺利的度众生 那么这两种观点呢 有没有矛盾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佛的事为两种 一叫根本字 一个差别字 根本字呢 就是通达实相道理 通达空性的道理 这叫根本字 差别是呢 就了解一些的元气法 你能够知道 种种的学问 种种的道理 那么 受菩萨戒之后呢 这些歌舞唱记不能看 但是呢 你要去修学 世间的学问 那有没有抵触呢 这边是没有抵触的 不观看 跟我唱记 这是你受半观在地的时候 当你没有受半观在地的时候 你少看 对你的修行有帮助的 那另外呢 就是啊 这个学问 试验学要学到什么程度呢 以佛地来讲 你就学 你谋生的这些 知识就可以了 你学物理的 你学化学 你学会计的 你学这个 这个什么的 各行各业 你就学你的这个知识就好了 你就可以谋生嘛 你要工作嘛 但是呢 其他的不用学那么广 因为佛陀在今天里面告诉我们 先得根本字 次得后得字 你先种到空性之后 你已经出三界了 你再广学五明 这时候没有问题 因为你不会再轮回了 如果你本末导致 你先学五明 学很多 结果呢 还有烦恼 还在轮回 那就不行了 所以这些知识方面呢 不是我们现在的责任 你现在的责任呢 是以通图法门来讲 你正无空性 再广学五明 以进图法门来讲 你将能够有个工作做 剩下的事情 你好好念佛 往生进入 这样就可以了 第三 在美国长大的高中 或大专学生 受三规五界之后 因为中文程度有限 对解行两门研读的书籍 该入手 那么这当然是 有限了 就看看学会 有没有英文的书 介绍给他看 因为确实不容易 那么就看看 有什么英文的佛书 正正间的介绍给他 问道 早上受了八观灾戒 下午却忘记了 喝了一杯咖啡 这个时候应该要舍戒 就是要舍非十四条戒呢 还是 还是怎么做比较好 第一个呢 就是 喝咖啡是没有饭界的 因为喝咖啡呢 咖啡是属于 它叫 我们律上来叫 进行受药 我们厨家人来讲 它是一种很苦的 你不会就是说 把它吃到饱的那种 所以咖啡是可以喝的 那我问到 那有带渣的可不可以 带渣的也可以 因为咖啡本身是可以吃的 那么咖啡加糖也可以 但是呢 加奶就不行了 因为奶是不行喝的 过午后不行喝奶 那么咖啡可以用 那么可可粉也可以 可可也可以 可可粉可以 因为可可 它 纯的可可是非常苦的 所以可可可以用 那么可可可以呢 大家问他 那巧克力可不可以 巧克力我们前几年 有答案 巧克力也可以 带甜的巧克力也可以 但带花生的就不可以 那么花生巧克力也可以吃的话 那么什么都可以了 所以带花生的不行 你纯的巧克力 带点糖的是可以的 因为糖过以后可以吃 整块糖也可以 就纯糖了 它没有其他的什么 巧克力啊 杏仁啊 没有那些 就纯的糖 糖果也可以 颗粒的也可以 糖水也可以 都可以 那么 这样的情 所以呢 他喝的话 没有犯了 那么如果你万一 犯了非食食的话 你不要你受 一个礼拜的八观再戒 你有犯到一天的非食食 你不用舍戒 你只要颤一下就可以了 颤一下 那么你还是持八观再戒 还是有功德 因为 就像我们出家中 也会犯 维系的戒 对不对 我们犯了维系 我们不用舍戒 我们就颤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的情形 那么顺便提到 刚刚有人问到 菩萨戒有一条 就是不敬好时戒 年三禅载月 跟六载日 那么这个地方 一般很难做到 是不是 你要一个月 都是 一年当中有三个月 你要持八观再戒 那不容易做到 那么你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说 你就舍这条戒 那平常有因缘 你就持八观再戒 这样功德也是很殊胜 第二个方法 就是你也许未来 也能够受 能够受死这条戒 所以你有犯 你就忏一下就可以了 办一办 送戒的时候 是多久 你忏一下 责心忏也可以 自私灭罪 忏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舍这条戒 你要想受 怎么办呢 就是你再受一次 真意戒就可以了 那么这条戒 又恢复了 当我们念佛的时候 十方诸佛菩萨 都意念我们 如果在厕所念佛 那里很脏 不干净 这样对诸佛不礼貌 念佛法门的关键 是感应道教 感应道教 需要有恭敬心 如果在厕所念佛 如何保持恭敬心呢 即使是默念 是否观想无常 或是念处比较好 我们说念佛要有恭敬心 这是对的 但是主师也提到 行住坐卧 穿衣吃饭 大小便利 乃是我们洗澡 都可以念佛 只是在不静的地方 我们默念就可以 不会不恭敬 默念就好 默念是 警醒我们不要有 那个不恭敬的心 但是如果你在不近处 比方说厕所当中 遇到紧急的事情 可不可以出身念 也可以的呀 事实上呢 以佛的经验来讲 他不会认为 那粪便是这样的 不会的 以佛的经验来讲呢 粪便跟檀香 是一样的东西 是一样的 都是无自性的 都是空性的 所以阴光大师也提到 这个女众在生产的时候 那么如果男产 可能有男产 她可以大声念观世音菩萨 而且要大声念 用力念 默念反而不行 但有人就说 这个不是很脏吗 流血啊 这种不是 这个时候大声念 观世音菩萨会加倍我们 所以任何紧急情况之下 不管在干净的地方 不干净的地方 你大声念佛 没有问题的 那么平常的时候呢 我们要恭敬心 所以就是默念 那么你那时候 修无常观四念处 当然这个也可以 但是不容易的 是不是 苦痛无 肚子痛啊 这个很苦 很苦 你在上洗手间的时候 你在洗手间 能够修四念处 当然也是不容易 但是呢 你要念佛 默念也可以 第二 我们平常应该 常常念佛 以保持正念 有人习惯 波念珠念佛 即使法师在开示中 他们也一直波念珠 那么 看起来不是那么恭敬 我们平常应该如何保持正念 什么是正念 那么波念珠念佛 当然没有问题 只是说在听法的时候 也许我们就暂时不念佛 没有关系 除非你的功夫很深了 像广青老上这样子 他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他心中在念佛 正念分明 但是呢 你讲的话 他句句分明 都能够听进去 你有这个功夫就可以 要不然呢 重法的情况之下呢 法师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应该专心听法 这就是正念 你该做什么事 你做什么事 就正念 除非你的功夫真的念到 你随时心中佛号涌出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那就可以了 要不然多分呢 我们还是啊 听经的时候 专心听经 办事的时候 专心办事 那么念佛的时候 专心念佛 那么有些事情呢 你可以边念佛边办的 那就没有关系了 那么什么是正念呢 正念啊就是啊 你当下能够跟戒定会相应 这就是正念 如果呢 当下跟烦恼相应 贪嗔性相应 这就失去了正念 简单讲是这样子 请问女众是否能够承担道长会 会长一职 就女众可不可以当这个会长呢 当然是可以的 也可以 那如果举办了盛大的法会 是否可以请师与送师的工作 有否不便 不如法的地方 请师跟送师 请师呢 如果像我们这样的请师 我们像八观摘戒 是不是 或放大蒙山啊 有个请师的仪式 那女众参加是没有问题的 是可以的 那么送师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是接送法师呢 还是怎么样 如果接送法师 你就看那个法师 因为每个法师 他的做法不同 那么你就问他就可以了 因为你会遇到不同的法师 他有不同的做法 你就问他 那么他觉得方便 那么他这样处理 那就随胜他的因缘 都可以的 那么下面这个问题 就另外再答复好了 如果一个学国的行者 得了老年痴呆症 在他临终的时候 虽然第六世不清楚 以前修行所累积的净土之粮 会不会对他往生有帮助 当然也是有会的 那么他现在是师至正了 不过他以前训练功德 能够帮助他 不过呢 这个时候 他是不是能够一年就不晓得 因为我们不是他的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他内心的境界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是他的家人 或是他的朋友 你要帮助他 你就要 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不断地回向给他 你做功德回向给他 你念佛 做一种功德回向给他 另外呢 就引导他念佛 引导他学佛 那么最近也遇到一个 师至正了 感觉好像还蛮多的 那么有个佛教 他九十多岁 也是老年师在正 他是忘记他的家人 他的女儿 他说因为小姑娘 他还教他小姑娘 那朋友来 他说谢谢你 他谢谢他的女儿 你照顾我 不过呢 他还记得念佛 这个就很好 你就引导他念佛 还是为他开示 这个念佛的法门 那么带着他念佛 或是给他看DVD 帮他提起正念 师父长期过午不时 师父如何调整 作息时间 或者遇到生病的时候 如何调整饮食 如果同修 有同修想要长期 过午不时 应该如何调整 作息 调整时间 以兼顾修行 及身体健康 那么我们出家中 过午不时 相对是比较容易一点 第一个我们有戒法的 这种收拾 再来我们世俗的事情 比较少 比较少 那这方面呢 我们是 没有特别去调整 就是我们就按照 规律的生活 早上早课 晚课 过堂 办事 就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有做功课 那么俗事又比较少 所以比较好调 那么再次呢 就看你的情况 如果你是搬那个 粗重的东西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 可能就体力 就是有问题了 或是比较好神的 伤脑的 你要思考 思考事实上会饿 知道吗 大家有没有想到 以前你在高中 练书的时候 今天没有体育课 但是你一到下午肚子还是很饿 因为你去思考也是耗神 耗体力 那如果呢 你的工作不是很耗神 伤体力的 另外呢 你也能够多多的用进攻 那你就适合 过不死 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去试一段时间 调整看看 那么遇到生病怎么办呢 遇到生病啊 药是可以吃的 那么饮食方面呢 你如果还是过不吃 也是可以 那律上有开徐 我们讲 八观之间就提到 比丘来讲呢 他如果啊 次第的开源 那么先果汁 就是液体的 那么再比较稠的米汁 再来就是稀饭 那么次第的开 如果病都不能好 就开取他晚上 用这个细周也可以的 但是那是 有这个比较重的病 是可以开取的 所以再次呢 你就看看你的 这个情况去调整 还有问题是吗 可以可以 弟子在前天啊 放生的回来路上 见到呢 桥上有人刚刚钓上鱼来 虽然呢 有想要买下的心 但是最终啊 也仅仅啊 为鱼来念佛 还有持往生众 而离开 今天呢 听到师父啊 对受菩萨界的人 开示非常惭愧 请师父啊 再一次开示 如何忏悔 我们今天早上讲的说 如果你有能力 而不做的话 那就犯戒了 所以你要看状况啊 它在钓鱼 你去说 可能发生争执了 那你就不需要去做 因为那是鱼啊 因为它的业力 那没办法 那么你的能力范围 可以处理的 你不去处理 这就是犯戒 如果不是你能力所及的 那不是犯戒 那么是这样的情形 念佛 人所双望 是什么境界 那么就是念到 人就是能念的我 所就是我所念的佛号 你念到心佛一读的时候 完全呢 没有人我的对待 那么心中只有佛号 佛号只在心中 没有其他的妄想 那么就是人所双望 当然第一个步骤 是定的境界 一心不乱 在三昧 那么真正能够 念到开启智慧了 没有人所的这个情形 那就要断烦恼了 但第一步的人所双望 是我们不会感觉到 很强烈的 有念佛的我 跟所念的佛号 那么无念而念 念而不念 就是这样的境界 你不断地串习这个佛号 那么这个佛号 心中 比如说你一个佛妻 你念很多佛号 那么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这个佛号自然地从心中当中涌现出来 你不用训练它 不用刻意地训练它 它就涌现出来了 没有能念的那个像 所念的佛号 这是一个定的境界 那么再更高了 你证悟到空性 那就人所双望了 那是更高的层次 那就是达不到这边 那么这个课程呢 我们就说到这个地步 那我们就回向